好 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我们拿的真的很漂亮 容许我大喊三声金牌金牌金牌 各位同学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刚刚的比赛 在南双金牌战我们对上了大陆的双塔组合 刘宇辰跟李俊慧 哇 可以看到我们的林洋沛真的非常的出色 先是以21比18拿下了第一局 开赛的时候呢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到第二局的时候攻势完全没有停歇 差距拉到17比16双位数领先 提前奠定了比赛胜机 最终在以直落二的分数呢 直接拿下顺利 拿下台湾史上首面的奥运羽球金牌 相信刚刚有看过那个比赛的朋友 一定觉得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是我国第二面 即本届第二面的奥运金牌 这场比赛呢 其实可以看得到林洋沛打得非常的出色 面对到这个中国双塔的高位优势啊 我们在这个打的方式呢 非常运用了前后场的搭配 可以看到李洋跟王麒麟不断的前后搭档 在这样的一个换位组合 急破了这个双塔的攻势 那可以看到过去这两组组合都没有打过 临场发挥就成了左右胜败的关键 再回顾到这样比赛 首局的时候 大陆组合一开赛就取得4比1领先 双方开始拉距 但那个时候呢 李洋王麒麟虽然是9比11落后 但是稍作调整之后 林洋沛在13比14的时候 连拿4分逆转战局 首局21比18拿下 在第二组的第二组的时候呢 又开始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这个6比1的攻势一拉开来 差距就来到了17比6 哇 在看到这时候遥遥领先 我们的手心都在冒汗 就已经把圣机奠定下来 最终呢 直落二取胜拿到了中华奥运的羽球首面金牌 林洋沛真的不简单 他们真的很不简单 多不简单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在预赛就抽到了死亡之主 而且第一场比赛是吞败的 但是后来倒吃甘蔗不断的击败强敌 包含世界第一的印尼组合 包含世界第四的日本组合 又击败了世界第二的印尼组合 成为台湾奥运史上 首度闯进金牌南双 而且就马上拿下了金牌 真的不简单 要拿一面金牌 需要多么多么大的一个武力 那个攻击 以及他的这个运气 这一次呢 可以看得出来 开低走高小组赛 越打越好 最后在金牌站 林洋沛 好样的 拔杯 紧杯成功 终于拿下金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将棚妹 将镜头还给棚妹 好 主播客观众 好消息又来了 台湾再次拿下奥运金牌了 这一回林洋沛不负重望 拿下台湾另一个奥运的金牌 通过没可以看到呢 现在李洋跟王岐霖的家人们 正开心的 正在庆崩当中 因为呢 他们的儿子拿下金牌了 而其实在刚刚呢 他们已经非常开心了 一起来听开 是什么最练心 金牌冠军 台湾加油 金牌冠军 台湾加油 他们甚至一度还拿出象征金牌的比赵 一起来庆功了 而其实台湾的黄金南双李洋跟王岐霖 今天在东京奥运的南双金牌战 对战的是中国双塔 不过呢 今天呢 一开始就以21比10 拿下第一局 接下来又以3比1领先 不过第二局呢 虽然一度被追平 而后来呢 还是拿下了最后的胜利 而其实爸妈到现在都很兴奋 而他们现在等的就是 国旗哥再度飘扬在 日本东京奥运现场的画面 而他们现在稍待一会儿 也会受访为持续为您待职 待到现场的最新状况 先把时间交还给国内主播